獻上一切所有 毫無保留 我敬拜你 各位弟兄 我們一起來聽到寶寶 全能的上帝 施恩的父 你是智慧及知識的人口 因你讓我們有尋求知識的本能 無念倦的心 你告訴我們 讓我們感謝你 願地秋滿祈求祝你的 主 你讓我們能夠有充足的知識 主 我們感謝你 求你讓我們學習使徒 求知的心 從你的聖經化往中 讓我們論論是你 求主 讓我們學習耶穌的樣式 謙卑的來服侍你 今日 我們聚集在你的聖殿中 主 我們知道 我們是所有福分 有一些 我們的弟兄姐妹 他或許因為身體軟弱 沒有辦法來到主 你的恩前 但是主 我們深知 你與他們的恩同在 主 你讓我們聚集在你面前的每一個人 我們求主 你敞開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讓我們能夠用聖經的話語 從包傳到所有傳獎的信息 填滿每一個人的心 主 因為你告訴我們 凡耳多聽的 都要聖化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讓我們能夠受主你來猜拯 主 當我們每一個信徒在你面前的時候 主 我們實在 我們願意回應神 因為神 我們需要被你所採用 你告訴我們 凡我們的才能 凡我們所得的 都是主你所所使 若不是主你 我們什麼都不是 但是主 在你的大能 我們得手運行的當中 主 我們要在這其中 主 求你讓我們所聽的 都能夠有受益 在我們的禱告的當中 求主你保守一切 我們大者請求 都是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曼 今天的經節是記載在 約翰福音九章一到七節 約翰福音九章一到七節 耶穌在路上 召見一個生來救世民的人 他的門徒問他說 老師 這個人生來救世民 是誰的罪造成的呢 是他自己的罪 或是他父母的罪呢 耶穌回答說 他師民跟他自己 或他父母的罪都沒有關係 而且要在他身上 彰顯上帝的作為 趁著白天 我們必須做菜股 來那位的工作 黑夜一到 就沒有人能工作 我在世上的時候 我就是世上的光 說了這話 耶穌吐頭水在地上 用頭水活著你 抹在盲人的眼睛上 並對他說 你到西羅雅子子去洗吧 西羅雅的歷史就是奉差遣的 他就去洗 回來的時候能看見的 等一下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包傳道 包傳道今天所要跟我們傳講的信息是 問莫達 問莫達